第二部以原本任马出演,剧情更加复杂离奇,还新增了两个角色,一个是瞿小谭情敌《铃国公主》蓝叶熙,另一个则是墨连城的情敌《谋逝流伤》,这两个人一出现,让主角二人的危机感都立刻爆棚。 徐小谭穿越回到东越国后,成了八王府家女官,遇见了八王爷墨连城却不认识自己,原来这个不是现代的墨连城,穿越后的墨连城怕时空扭曲,易容成了谋士刘商,来到了八王府,一方面保护小谭,一方面帮助过去的自己谋得太子之位。 墨连城一开始觉得小谭有病,表面上嫌弃,心里却渐渐被她的古灵金怪吸引,慢慢爱上了小谭。 而流伤再次救落手的小谭时,人皮面具脱落,彻底在她面前暴露了身份,却让小谭肥有亲切感,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。 但是对于两个墨连城的连番示爱,小谭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,小谭只好假装失忆来逃避问题。 墨连城和刘商心里都很慌万,为了帮助小谭恢复记忆,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。 正好这时邻国过来适好,想要与东岳国联姻。 墨连城记上心来,故意答应和邻国蓝叶熙公主订婚,但小谭却还是毫无反应。 哪怕墨连城搂着蓝叶熙天天在她面前晃也没用,墨连城无奈,假装宣布和蓝叶熙的婚妻,小谭这才被逼破功, 跳起来就喊墨连城抚心汗,墨连城的办法终于是奏向了。 网友们看到这儿都在问,那我们可爱的刘商该怎么办? 事实上,邻国公主这会儿已经被前世的小谭占据了身体, 但只对刘商做了一个动作,就被刘商认出来。 于是刘商痛快地将曲小谭让给了墨连城,转身就投入了蓝叶熙的怀抱。 很多观众都说,刘商简直就是个大猪蹄子, 说什么爱小谭,结果回头就跟别人好了。 不过也有小伙伴说,这样的结局其实才是最好的, 其实刘商蓝叶熙就是第一部里的坦诚夫妇呀, 这样不就大家的结局都幸福快乐了吗? 对此,你赞同上面,